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消息人士 本周早些时候爆料 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与著名的共和党捐助者 房地产大亨哈兰克劳 每年都会一同乘坐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外出游玩 由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必须每年都披露他们所收受的礼物 但托马斯却从未提及这一事件 这也导致了外界的争论 今天大法官终于回应称 他认为报告礼物内容的这一规定 并不适用于像他这样的个人招待 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朋友超过25年 因此这样来自亲密好友的好意 没有必要在报告中提出 佛罗里达州马里恩县的警长 比利伍兹在今天表示 一周之前三名未成年嫌疑人 枪杀了另外三名未成年受害者 凶手分别为17岁16岁和12岁 死者则有两名16岁女孩和一名17岁的男孩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但另外一名16岁的凶手依旧在逃 这三名青少年受害者和嫌疑人都互相认识 都参与了入室盗窃和抢劫 并与帮派有着联系 不过警长在发布会上却对枪支暴力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媒体经常会责怪枪支本身 但问题是这些人类犯下了罪行 因此他认为无论你制定什么样的法律 坏人都会拿到枪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正式就此前的封线铁链女事件进行了宣判 被告董志明同时也是名义上这一名铁链女的丈夫 犯有虐待非法拘禁等罪行 被判有期徒刑9年 其余还有5名买卖铁链女的人 也因贩卖妇女罪被判入于8至11年 这名目前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妇女 在落入董志明的手中 之前曾被卖过两次 售价仅为5000人民币大约700美元 根据法院的说法 铁链女来自云南 原名小花梅 法院称在1999年至2020年期间 两人育有8个孩子 但董志明却极其残忍地将女子 关在了一个没有阳光 电器和水源的土房子之内 还把铁链锁在了她的脖子上 极为凄惨的画面被一个自媒体曝光之后 就引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强义抗烈 如今这一事件也终于告一段落 最初有纽约时报爆料 今天一份据称来自北约和五角大楼 关于乌克兰的机密文件 被泄露给了多个社交媒体 其中包含有关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兵力和支出的敏感信息 虽然这些文件没有透露具体的作战计划 但其中包括乌克兰部队名单 1月至4月的训练时间表 以及战备和设备交付时间表等等 都可能会对战局产生影响 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但泄露的来源尚不清楚 纽约时报也在今天写道 这些文件的某些部分与原始资料出现了落差 夸大了乌克兰方面的死亡人数 但低估了俄罗斯军人的阵亡人数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在今天回应称 这些文件最早从昨天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其中包含了大量虚构信息 乌克兰方面认为 这些只是俄罗斯情报部门 操作游戏的标准元素 仅此而已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头牌